所以國民黨現在要炫宗佩於不義嘛 他不可能做這樣的宣誓 在這樣的宣誓底下 他可能未來回去之後 就剛剛講的啊 反分裂國家法等等的 就在那邊大行事後 而且不只大行事後 這些宗佩連他們的家族的人 都可能會被租聯 那這件事情國民黨知道嗎 國民黨根本就不在意 為什麼 因為國民黨只想要自己的選票嘛 所以剛剛比如說 這個什麼不在籍投票這一件事情 還有陸佩要縮短陸籍年限這一件事情 其實對誰最有利 不是對不是對台商哦 因為你知道嗎 對台商來講 他們現在的投票是什麼 依照我們憲法規定 他就是回國來投票 對不對 他就是回國來投票 但他回國來投票的時候 他可不可以秘密投票 他可不可以他可不可以有自我的意志 他想投誰就投誰可以 可是未來如果執行不在籍投票 在中國也能投票的時候 哎中共那邊可是會要求你不可以回家的哦 你全部留在中國投票 而且不只你留在中國投票 甚至你所有的家屬 我可能要求你有多少的人到中國來投票 我才對我才能夠掌握嘛 我才能夠掌握我答應 比如說國民黨或者是答應民眾黨多少票 我票票入軌每一票都開出來嘛 這樣比較好管制啊 依照現在我補助他買票回去投票 投不出來嘛 未來如果不在籍投票的時候 台商不用回去全部都來 所以他的票國民黨能夠把握 而陸配這件事情不也是嗎 他是增加了中國籍配偶取得 這個我們國民身份證的投票權 對誰有利 對國民黨有利 這些的手段 我們看出來 國民黨2月1號就職之後 在國會提的法案 這些是不是民生法案 不是啊 都是只有立國民黨 為什麼 因為他們就是總統輸 輸不去嘛 現在全部用這樣子的方式 只是為了幫自己下四年來爭取選票嘛 我覺得這大家都看得出來 我要回過頭來講 徵修條文這件事情喔 自由地區的這個投票的部分 而且國人必須反國投票 徵修條文是什麼時候修的 是83年也就是1994年7月28號修的 那時候國民黨也是國民大會 國民黨也是佔多數的耶 國民黨佔多數的狀況底下把修憲修成說 自由地區的國民投票 而且所有的國人必須反國投票 不是民進黨決定的 是國民黨也一起決定 而且那時候國民大會 國民黨是大多數的 嗯所以看到了這個 我想起一件事 我們從小在讀公平與道德 這個蔣介石蔣經國給我們的教科書怎麼講 我們中華民國在海外的僑民 有四千萬 都是具有中華民國國籍喔 四千萬 那以後都不在一起投票 在海外投可以投票 哇 那我們的總統都是由外國人來決定 因為這些人都是在外國 所以為什麼一九九四年 民國八十三年 憲法徵修條文國民黨自己 絕對多數之下把它改成 一定要自由地區才可以投票 而且要反國投票 就是怕說海外的四千萬中國人 那所謂的中國人指的是中華民國人 來決定了台灣的政治 就是怕這樣子 欸現在國民黨 啊怎麼 啊就選輸去那些股 怎麼這樣 欸放論 正經選輸去那些股 一九 剛剛部長講一九九四年的這個 這個曾秋條文 到現在也三十年了 那我認為台灣的民主 現在在不斷的進步當中 不斷的調整 不斷的進步 所以我覺得今天 在新的國會當中 提出來這樣一個不在籍的投票 民進黨過去也是支持不在籍投票的 我覺得當然很多細節跟內容 我們是可能是有不同的 民進黨什麼時候支持不在籍投票 包含什麼飛地投票啊 包含什麼什麼移籍啊 移籍啊 內務區當投開票所工作人員 你可以移轉投票 除了這個有 所以當時是為了這些給他們方便 沒錯 所以民進黨沒有沒有贊成說 在中國的這些我們的生意人可以可以不在籍投票 從來沒有 所以今天 所以這個講話要說清楚 OK 謝謝部長幫我解釋非常清楚 那可是今天我們只有這些老師 只有這些選務人員 他們的權益 那其他包含在 因為他們不會構成困擾 而且核縣 這些是我們的憲法是規定 你一定要反國投票 而且是自由地區才可以投票 所以現在憲法是這樣規定 所以這不是說什麼 這邊人為什麼這些老師或者工作人員可以 為什麼他們做生意在中國都不可以 憲法規定的 這個就是今天我們要拿出來討論的東西 可恩啊 你要修憲啊 所以我會認為說今天國民黨提出這樣的版本 國民黨提出這樣的一個立場 不管是不是在憲法徵修條文裡面有討論到 如果我們這個層次必須要進入到修憲 那就要進入到後續 我要再講一件事就是說 國民黨提出來的法案不是修憲 是要改選辦法而已 這太離譜了吧 你有種叫他修憲啊 不要說我們來討論 我們來改選辦法討論成修憲 這是在說什麼不通 我會認為說今天任何一個法案 本來就應該要被討論 因為今天不是跟你吐吵 這一個憲法 你聽我講我不是吐你吵 我是講說要把這個事情講清楚 不可以想要改法律變成改憲法 那不可能的事情 今天這個憲法遮修條文裡面就講的 他是講總統副總統的選投票 那之前在在很多的這幾天 民進黨討論說從公投我們也可以先做 那是不是公投做了之後 那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從民意代表 到所謂的地方縣市首長 不是不是公投沒有規定在憲法 所以公投可以用法律去修正 所以我會認為說這個東西就是我們今天要去努力討論的地方 總統跟副總統沒錯 在所謂的憲法遮修條文裡面 這是規定 因為是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應該可以有資格 我要講的是說 國民黨不是要討論公投 國民黨要討論的就是對人的選舉 所以你看你現在講到公投去了 國民黨如果只是討論公投 那不就是中選會要做的嗎 國民黨不討論這個 國民黨是直接說我們就是要對人 包括總統副總統直接就要改成不在籍投票 所以要把國民黨的提案弄清楚 所以我才會講說 今天為什麼這個東西要拿出來討論 就拿出來辯論的原因就是如指 憲法就只有講說在總統跟副總統的選舉 沒有沒有還有立法委員第四條 第四條有立法委員 那還有其他的民意代表啊 縣市首長 我認為這些東西都是可以拿出來討論的 也要一步一步去修法 一步一步去修正 讓我們這個對台灣民主是要是相信的東西 那我們是不是一步一步要去 不過你們貴黨拿出來版本 可不是一步一步的 不是這個樣子喔 你們是投胞 而且你們主要著眼的就是在總統 國民黨的目標不在公投 公投是對勢 國民黨的目標就是在對人 對啦 國民黨從來不跟你談公投 他直接就是談對人 因為我在當內政部長的時候 單單這個議題啊 國民黨不是要提出來 質詢多少次了 我在立法院都跟這些國民黨的立委 辯論過很多次 馬英九時代就很想搞 我要跟大家講喔 我太清楚了 我在當立委的時候 也一樣就這個問題辯論過 因為我是讀法律的 所以我方榮要跟你講說 國民黨 你再回去看你們國民黨黨團提的是什麼 他不是在講公投啊 而且我再補充一下 就算是公投 我們也不會讓我們的公投 是在中國進行的啊 對啦 我們是移轉投票 就是比如說你台北上班 但你的戶籍在高雄的這樣的民眾 我們如何保障他的投票權 這個我讓大家知道說 當時中選會是說 我們如果要做 從公投先來試試看 而且是從國內開始做 國外照樣要回來投 你可以移轉投票 譬如說你住高雄 也許你可以在臺北投 是在公投的部分開始這樣來做做看 因為對事 事情 假如這樣投出來 萬一有爭議 譬如說 我們要不要做什麼事情 要不要立這個法 那慢個一個月 慢個兩個月 有爭議不影響 我們選個總統 為了這個爭議搞兩個月 爭議不行 我們現在變毛總統 會亂掉 所以是這樣子 才要先事而在人 可是國民黨是一下子就要人